大家是否還記得上個禮拜 變裝皇后妮菲亞 受邀到總統府表演嗎 泰衣席 香蕉裝以及珍珠奶茶頭 用多了美國實境秀的冠軍 成為了臺灣之光 我們邵州的團隊獨家找到了 幫他打造這些髮型的幕後大工程 一起來看看如何幫助他走上國際 如同珍珠般的黑色氣球飄散舞台 頂著珍珠奶茶頭奪下冠軍寶座 臺灣變裝皇后妮菲亞每次登場 都能刷新評審與觀眾想像 這些華麗造型背後 可是有幕後大推手 老師 你每次出班都要帶些什麼東西 我剛剛看你帶了一大包 就是基本的定型液 就是梳子 毛夾類的東西這樣 對 然後其實就是 主要就是頭髮去 然後安裝上去 喂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因為膠還沒乾 話才說一半 工作電話一通接著一通來 另一隻手牢牢捧著 費時多日的作品 她是林喜 電裝皇后假髮造型專家 去年妮菲亞一通電話 讓她飛越一萬兩千多公里 兩肋插刀 我跟你講這次去就是被關在那邊 我就說就是有點像地牢 對 就是一直在生產你的 就是生產假髮這樣子 完全就是工廠啊 樓下在做衣服 樓上是做假髮 大家都覺得很驚艷的香蕉髮 對 就是那個香蕉的頭髮 那個是我真的是算做假髮 就是這四年來做過最突破的一個髮型 將近一個月 林喜自嘲像是被軟禁在紐約 面對天馬行空的idea 只要設計圖畫得出來 她幾乎都能實體化 高超手藝很難想像轉戰這行才四年多 因為我一開始是做現場的 就是沙龍的那種髮型 算是一個轉換跑道 對 就是我原本是在學校教書 然後後來學校沒有教書之後 就休息了一陣子 然後就剛好接觸到變裝皇后 為自己打造的四面佛假髮 讓林喜在比賽中一舉奪冠 也打開了人生新道路 但當年決定拋下穩定教職 全新轉行做假髮 家人可是皺了幾分眉頭 他們一開始就是覺得說 就是沒有很看好我 他們就覺得說 就是這個市場這麼少 然後就是到底你能賺到多少錢這樣 他們也是看到這一次NIVIA的成績 然後也看到說 原來我的作品已經在 就是國際上被大家看到了 就是也有引起大家的 就是跟家人的一些共鳴 就是會討論 然後會覺得說 原來你消失那些日子 是去那邊做這些事情 對 所以其實我家人都蠻支持我的決定 好好看 應該這麼說就是變裝皇后就是 他一整個人他變完裝 他就是呈現一個在展現藝術的狀態 他就是一個行動藝術了 那我覺得就是 因為這個產業才正在起飛當中 那我是想說要讓皇后 他們的整體造型會更完整 我覺得可以放好去放好去的那種 經手的工作只要有時間都會親力輕微到最後一刻 臨喜不求美光燈 而是希望她的造法藝術透過皇后們的演繹 更加發光發熱 而除了造型師的專業打理之外 變裝皇后的表現功力當然很重要 檯面上的她們總是濃妝艷抹 穿上了一件比一件還要華麗的服裝 只是私底下的她們又是怎麼樣的呢 繼續跟著邵州的團隊一起來看 Gimmie 變裝皇后如何誕生 卸下濃妝假髮換上黑框近視眼鏡 上班穿的制服 每天往返住家與公司的這條路 都是糖果最熟悉的日常 這樣一位你我周邊都有的鄰家男孩 一年多前的一場活動 讓他找到心中的另外一個他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一場變裝的派對 然後我想要體驗一下 就是畫女裝啊 然後戴假髮啊穿女裝的感覺 然後我就請我的變裝媽媽幫我打扮一下這樣 然後就一事成主顧 就開始覺得好像蠻可以放鬆啊 然後做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這樣子 有沒有拿幾件你覺得可以拿出來 跟我們炫耀一下 嗯 我覺得每天都蠻值得炫耀 然後這件是我開始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 第一件 很值得炫耀也是因為這上面的鑽 都是我自己黏的 每一顆啊 每一顆 白色羽毛馬甲 黑色真皮大衣 一字排開的繡服 大多出自於它的一針一線 從頭上戴的再到腳上穿的 每個細節絕不馬虎 視覺饗宴的背後 看不到的是龐大時間 育成本 我這次要拍那套衣服是全部手工黏賺 一顆一顆黏上去的話 因為我那件總共黏了五千克賺 我就花了兩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 去準備那套衣服 我平均算過這樣一套 包含攝影成本啊 然後頭髮衣服啊 高跟鞋等等 理理扣扣全部配件弄到好 大概平均兩萬塊 以心靈層面上來 當然是蠻開心的 覺得是值得 甚至有時候會超出那個 你心中預期的回報 成就感對糖果來說 是走上這條藝術表演的一大動力 接受訪問表現落落大方 侃侃而談的他 當年想要跨出這一步 也是舉步為艱 可能是因為我是南部小孩 所以你知道 在南部比較保守一點點 然後媽媽又是在南部的鄉下長大的 雖然說她其實也有跟我說過 如果媽媽也問你說 你在做什麼工作啊 你就說你就跟藝人一樣 你是明星你在表演給別人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知道 只是我們就母子之間 一直不敢把這個話題拿出來 公開的討論 心照步宣成了家人彼此之間的默契 從念書當兵再到工作 要完全忽略社會眼光彈何容易 練裝皇后表演 成了糖果釋放壓力的最佳出口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全世界表演者 或是你家裡有這個能力 或是願意支持你 百分之百的支持你做這件事情的話 第一是心態上會有完全不同的心態 因為默許你做這件事情 跟完全支持跟很開心你做這件事情 她對於我們來說心態是完全不同 妮菲亞她得慣之後 然後台灣要被看見的時候 我覺得每個人的表演水平 跟我們裝法的細節 都慢慢的有在進步 也知道說我們開始要跟國際接軌了 有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表演機會 跟工作機會 妮菲亞的表現 不只讓台灣的表演藝術 開啟更多國際能見度 也讓更多人有機會看見 這些皇后的誕生 背後付出了多少努力 而且我會很自然說 我就是冰的皇后這樣 然後他們都會叫我什麼 女明星